第一个的话,今天第一个我先要知道说,各位的那个就是问卷结果,第一个的话是什么,就是各位的那个电脑程度,那可以看到,哇,86%的同学,几乎都对Excel,完全没有太多的概念,那其次的话呢,应该是哪一个,这个好像都差不多,会打,但是几乎没用过,完全没有用的一个,会程式,但不熟Excel, Excel只会几乎,几乎不会,哇,天啊,没有,超乎我的预期,没关系,反正如果说你们让我知道,那我就把我的步调放慢,然后呢,如果解释不清楚,没关系,欢迎各位可以再提问,有的时候可能讲太快,没关系,你可以说,老师那细部的部分,可不可以再让我知道一下,或甚至我有录影,你可以在那个YouTube的下方可以留言,老师你可以解释一下, 哪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吗,OK,那我可以帮你回答一下,好,这样会比较好,不然的话,有的时候我,不知道说你们到底是个问题,那到底Excel里面总共有几个函数,因为Excel里面最重要就是函数,所以如果你不会函数的话,那你不要说你会用Excel, 那到底Excel有多少个呢,OK,只有一个同学答对,哇,我真的很想知道那个同学,我要加分一下,OK,好,一个同学,其他,他们都不清楚,老婆没关系,我知道有这个答案,如果你假设完全对Excel不清楚,请各位回去再花一点时间,哪怕是图书馆,或者是书店, 找一本Excel相关书籍,稍微翻一下,至少有一点点基础,对你将来学习会比较有帮助,那学习重点会哪些是最想学,第一个的话,也是有各类函数,跟VBA, 那你想说,那函数跟VBA有什么关系,我跟各位讲,函数的话是固定的,也就是说函数,一个函数呢,就代表一个解决方案,一个解决的方法,大概有250几个啦,OK,所以刚刚有个同学答对,就是这个,那如果假如说呢,OK,那如果说呢, 有些函数不存在的话,那怎么办,这个时候你可以用写,自己写层次哦,那用什么写,其实就是VBA写,也就是说呢,这个地方呢,假如 有些,我怎么写VBA,后面我会再提到,所以这个同学还比较有兴趣,是55.3%的同学有兴趣,那这个多的,其实好像都差不多,对于那个,视觉化呈现报表, 其实有些数据,比如说一些大数据,那假如说给你原始资料,哇,你怎么知道哪些数据是重要的,但是呢,如果你可以把它绘制成图表,那有些时候就一目了然了,比如说呢,跟时间有关系的,我们可以画个折线图,有没有,你的X轴,假如是时间,那Y轴的话,你也许是数据,那你可以看,哦,刚刚滴滴,你就知道说,哦,什么时间,它的数据各是多少, 比如说像最近的油价,或者像美元,最近美元,不是一直涨,你可以从那个,时间跟数据,可以很快可以看出来,那要怎么绘制,这个我想我们后面会再提到,那第三个,大家有兴趣跟爬虫,这爬虫也是我们的重点, OK,好,那再来下一个问题,你是哪个学院的,其实为什么要特别知道学院,当然主要呢,是希望了解一下,大家的背景,那第一个的话呢,就是说呢,最多的是理学院,占版61,也跟前一帮好像不太,前一帮最多的是那个, 最多的是那个理学院,理学院的话,占百分之二十一,OK,那在其次的话呢,看一下,其次好像是三个别人,差不多是推进的,一个社会学院,再来一个是什么,一个是国际与社会学院,文学院,那这一期课程好像文学院的越来越多,之前好像文学院修这个课的比较少, OK,大概知道一下,那其他科技哪个科技最多,目前看到华语系同学最多,那其次的话,好像就台湾系,因为文学院的好像,这一期比较多,那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影片,那又推进呢, 下一步大力在推动那个城市设计教育,那底下有个影片,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,可以直接再去了解一下,OK,那这个是第一个,有关于各位的那个相关这个程度跟背景, 那接下来的话,我们再来看一下,就是有关我们这个课程大概规划了,那刚刚有请大家填了问卷,然后并且去下载那个范例档,那请各位注意一下,之后的相关资料,除了范例档之外,还有讲义,都放在下面的连结,那讲义的话是放在云端白板里面, 也就是说呢,也就是说呢,也就是说呢,每一个范例档的答案,我都把它放在云端白板里,所以可能自己再去找一下,也就是里面的解答,还包含,可能会用到的函数, 公式,公式,跟城市,码的部分,你可以自己再上去找一下,那基本上的话呢,我会按照这个一到五类的部分,去做这个课程的说明,那今天的话是第一个,所以刚刚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, 请大家打开那个文字与资料函数里面的第一个范例,然后再来的话,当然这个课程目标,其实主要是希望什么,因为这个课程相对是跟未来你们到职场上面的应用,相对会是比较有关的,那目标当然是希望怎么样,你学会这个东西自然不用加班,为什么,因为就是不要让你Ctrl C,Ctrl V,做一些土法炼钢,浪费时间的事情,因为其实Excel非常好, 它可以帮助你提高非常多的工作效率,当然如果你会用跟不会用差别,就是一个每天都很忙碌,一个工作非常惬意,早就做好了,OK,那当然增加你那个升迁跟转时的筹码,那目标的话当然有几个,所以你们大概了解一下,第一个,因为Excel里面有250几盘数,所以记得,第一个,你要了解,可是问题,250几个, 其实不是要你去背,而是要你理解几盘数的使用方法,OK,那第二个的话呢,就是如果假如,里面没有的几盘数,你要学会怎么去把它自己写出来,或者是自己写一些程式,去解决问题啦, 那再来就是录制聚集,跟那个编修VBA程式,因为聚集其实就是,Excel有帮你写出来的程式,当然你也可以再做修改,都没有问题的,那底下的话还有这些相关的技巧,我想细节部分大家了解一下,那再来的话,我简介一下啦, 因为其实,我会来上这个课程,OK,我会上这个课程,其实最早是因为,我在网路上有发表非常多的一些文章,部落格文章, 然后呢,也放了很多影片,那因为这样的关系,这个我们学校的主任,这个网路上常常看到我的东西,对我也不陌生,那刚好我学校需要开这样的课程,于是乎他就写了一封信问我说,欸,老师你对这课有没有兴趣,要不要来帮我们上课,然后一收到这个信其实也蛮开心的,为什么? 因为刚好来自自己的母校的,这个,好像是一种呼唤吧,OK,第一时间没有想太多,马上答应了,因为我也是各位的学长,OK,所以其实回来这边感觉现在蛮熟悉的,有点是,怎么讲,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吧,OK,那我自己本身的话,是,现在是业界,我自己也曾经有创业经验, 拿过一些奖项,目前的话,当然一些,像比较教学跟顾问性职工作比较多了,另外的话呢,也从事,就是企业的,命题的工作,因为现在很多大企业,他们要用人很奇妙,以前呢,以前有VBA不会是选项,但是最近越来越多了,OK,为什么? 我会觉得蛮奇怪的,所以给各位一个方向,以后,也许如果假设你想要进入到一些大企业的话,可能还是要把程式学好,我觉得机会会相对多很多,OK,那当然也拿了一些奖项,另外的话因为,不过我顺便讲一下,我的症状大概30来一张,OK,你想说我这么多症状要干嘛,OK,反正就考好玩的, 那也大部分就是这样,反正就,有的时候觉得需要我就考了,OK,好,然后另外的话呢,上课的一些特色,那跟各位讲,其实我有个习惯,上课会录影下来,所以我在YouTube上面也超过三万部影片,YouTube上面,所以我有两个主要频道,有一个频道订阅人数大概三万八千多,有一个频道大概接近一万, 算不多啦,不过因为里面,其实都不是一些比较大众的内容,而且,订阅人数多的话,大部分都是,很多是正妹吧,或者是行蛮,或者是一些有趣的,对不对,OK,但是我们什么都不是,我觉得我有三万八千订阅人数,我觉得已经是,非常,在这个,这是行的,或者是上课,教学型的频道里面,算是多的啦, OK,好,那再来的话,我跟各位讲,我非资讯相关科技毕业,OK,我是哪个科技毕业的呢,其实我是国文系毕业的,OK,好,想说国文系怎么跑去,而且后来我拿到那个,这个,文学博士的文凭之后,从来没有利用到这个文凭,我后来都是跟城市相关的工作有关,完全一点跟文学没有关系, OK,好,所以这一点,就会是人家蛮感兴趣的,甚至之前有记者的反问,为什么,那你明明,那我学博士,奇怪了,怎么,竟然跑去教城市,这的确是个话题啦,但是,我说,我跟各位讲,我,这个问题是,当记者问我,我才讲到,对,这是个,我从来不觉得那是问题, 因为可能是我自己的习惯是,我有兴趣的东西,我不理解的东西,我就去学习,那没有很奇怪,那我不会的,我就花时间,但是因为我这个人很奇怪,我只要一花时间,一执着下去,就可以执着非常久, 然后慢慢的,莫名其妙,就把这东西学的,好像还不错,然后呢,就莫名其妙,就跑去业界工作,然后呢,后来,就跑去教城市,OK,然后教一教现在,那也是,我觉得,有些,有些时候,其实也是觉得,应该是要这样做啦,OK,所以,提供给各位,我会从那个,非资讯相关科技的角度, 去看待这个课程,所以有些东西,我不会讲的特别硬啦,因为我知道大部分同学,其实,也是会有障碍,但是,一定要记得要实作,OK,因为我觉得,我最早刚开始,遇到的问题,就是说,因为学人文方面的东西,说真的,不太实作,对不对,比如说爱情小说,你总不能因为看爱情小说,你就去验证一下,对不对,不可能吧,但是呢, 那,城市很必要,反而更需要实作,也就是实作,比理论还重要,会做,我觉得,相对是,比较重要的,OK,所以呢,记得,这门课程,很多时候,你一定要动手,OK,好,那底下的话,有这些东西啦,那未来,如果可以的话,你可以多学,像甚至Python,这当然也是,一个还蛮好的选项,那再来的话,为什么会需要影音的辅助, 那为什么会希望把上课录下来,其实最早原因很简单,因为同学听一次,就懂得,没有,大家都不懂,那不懂怎么办,下个礼拜又讲一样的事情,又讲上一个礼拜的课程内容,然后再各一个礼拜,懂不懂,不懂, 所以我变成说,每次都在讲第一个礼拜的课程内,那进度,就一定会拖累的,所以我还怎么办,哎,不行,这样每次都会问,录下来,回去慢慢看,哎,发现这个是好问题,录下来,自己回去慢慢看,对同学来说,哎,学习的状况变好了, 那我的负担也变轻了,那的话每次同学,都一直问同学的问题,然后我要重新再repeat,会很累,你每个人都这样问一次,那我,你不是,所以用这个方法,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,程式呢,它不能够,错一个字都不行,所以需要很完美, 也就是说一定要100分,不能,你连99分都算不对,所以你会发现,程式会很多的细节要注意的,你不能说像以前,你写错字,你写错字,改一下就好了,但问题是你写程式,你要改,你要知道哪边有错,OK,另外的话,有一个蛮重要的,程式其实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,你想说,我说为什么没有标准答案,对,因为每个人逻辑想的不一样, 所以因为逻辑想的不一样,每个人写出来的程式不应该一样,比如说你遇到个问题,每个人想的方法,答案都不会一样,可是问题,你要怎么样能够有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方法,这一点蛮重要的,所以这个后续我想,请各位还是多多练习,所以后面的话呢,我会通过那个上传录影,放在YouTube上面,然后跟各位,但最好是你可以用互动, 比如说你可以问问题,再来的话,我会把那个程式也放在云端上面,那请各位自己回去再慢慢看好了,那还有一个重点,其实这些程式都是老师自己写出来的,也就是上面的程式每一行都是我自己写的,OK,没有抄别人的,为什么呢,因为那东西 自己写过的最亲切,我自己讲出,我自己写我自己的,OK,你就讲得很顺口,但是如果你是抄别人的,绝对不是你的,OK,所以千万不要乱抄,因为抄一抄的话会有出事,最近好像新闻很多都是抄,OK,所以千万不要抄,OK,还是尽量如果可以的话,有自己的写作风格是最好的,OK, 所以有些东西,你自己写的绝对就是你的东西,绝对不会是别人的,OK,好,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,你看到我的程式,然后以后那个YouTube上面有人写得跟我很像, 切记着,千万不要怀疑,绝对应该是别人参考我的,我觉得会比较多,因为我没有看别人的,OK,但是我后来看到有一些其他频道写,奇怪,怎么写的跟我写的很像,OK,那表示,这应该蛮值得高兴的,OK,另外的话有一个问题,就是说,各位的那个实作经验欠缺, 企业的经验,所以我建议,如果有机会,如果假设你能够到企业时期,会更好,为什么,因为这些东西,其实未来,你到职场上面,会非常必要的,所以假如说你欠缺的知识,有几个方法,要不然你就跟,你的父母啦,或者你的兄姐,有没有,跟他问一下,你是有重不重要,你是有VBA重不重要, 他可能会告诉你很多讯息,OK,那因为这样的关系,发现有同学,真的很认真,然后结果呢,他就写了一些寂寞心得,我看到我觉得蛮开心的,他说因为这样高,他刚小时他很,学这些,后来他父亲也注意到,他正在使用以资料, 然后他因为年纪教长,对于电脑不熟悉,他看到他点几下就做好,那个自觉化图表,他得则称奇,然后呢,于是呢,他对这东西,他给他看,他反而他父亲,还更认真, 而且隔天呢,就叫他,隔天去,叫他们工厂,不会使用以资料的年纪,赶快去看我的频道,OK,我不知道要不要订阅啦,OK,好,那其他的话就是说,我的相关的一些奖项,在井上添荒,OK,好,那其他的话,最后我们来讲一下,有关那个,刚刚讲的成绩, 有四种嘛,其中,其末,平常跟作业,有没有,那其中大概就要做哪些事,第一个的话,函数,区集,VBA,大概会有这些,那后面我们会有一些范例给各位,再来就是枢纽分析表,枢纽分析图,OK,那其实这些东西把它全部换在一起,你就可以很快做出你想要的图表,其实并不会很困难, 等一下,还是有人好像贴到我的画面了,是不是 所以刚刚有提到,就是说其中报告大概会这些啦,然后我会细节部分再跟各位讲一下,所以请各位有点心理准备,函数,区集,VBA,枢纽分析表,枢纽分析图,所以其中报告大概会有这五个项目,那至于细节我们后面会再谈,那有同学会说,到底那个其中报告,是 一个人做还是多个人做,理论上是一个人做啦,因为如果你多个人做要分组,那也可以,只是说你要让我知道说你们怎么分组的,分数可能会比较不好打,如果你是个别的话,而且这东西我觉得不困难,你分组的话就真的,你要把内容做得很复杂,其实也比较不太容易啦,OK,就是这样怎么,所以你们可以再想想,如果要分组的话, 那再跟我讲一下,人数也不要太多,那待会的话,也许哦,因为下课了,所以我们待会再来看,有关其中跟其末报告的相关说明,OK,先下课休息一下, 好